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奥库斯扩原,日本已经加入,加拿大也递交申请释放了怎样的信号,对奥库斯扩原,中方的回应斩钉截铁,具体说了什么,以使未尽,可以知心替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老海说时。 美英澳三国防长发布联合声明,表示军事联盟奥库斯启动扩原,准备将日本接纳为新成员,日美日经亚洲,透露,奥库斯联盟计划打造两个支柱,第一支柱是美英澳的核检艇部队建设,第二支柱则是先进军事技术的合作。 到了4月25日,日本正式宣布加入奥库斯,同时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,已经递交加入奥库斯的申请,对此,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作出回应,表示,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,坚决反对阵营对立和分裂对抗,中方还警告日本,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,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,自从奥巴马喊出重返亚太后,美国就把中国视为重点打压对象。 在2017年,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安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,到了2022年,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国防战略报告,又把中国定型为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。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,美国推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,并构建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,印太经济框架等组织。 然而,四国机制偏向政治外交存在表态多,解决实质性问题少的情况,至于印太经济框架。 更是一个空壳,因此,美国希望组建一个多边形式的军事联盟,更好地推动印太战略实施。 因此有了奥库斯,这次美国推动日本加入奥库斯,表面原因是想在高超音速导弹研究方面,与日方进行合作,但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冲击两条红线。 在奥库斯协议中,明确提到了给成员国提供核潜艇等战略武器,已经冲击了核不扩散红线。 同时,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,通过加入奥库斯,进一步解绑军力扩张,这会让战后秩序逐渐破碎。 不过,日本付出的代价,是将战时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。 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,与美方达成70项合作协议,其中就规定,驻日美军司令部可以通过成立美日联合司令部,指挥日本自卫队和日本境内所有美军。 可以看到,日本为了获取战争能力,自愿走上了美国的战车,从日本的情况看,他们在二战靠着美国的技术扶持,实现了经济腾飞。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,日本进入了经济疲软期,近些年,日本经济情况进一步下滑。 明硬GDP在被德国超过后,又将被印度超越,日本政府担心,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下滑,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低,最后沦为国际边缘国家。 因此,日本想要找到新的影响力来源。 同时,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执政情况很不乐观,其支持率已经跌至25%,已经连续6个月陷入危险水域。 如果岸田支持率跌破20%,那么它离下台就不远了,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,使得日本政府决定搏一把,通过加入奥库斯来续命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美国的计划中,奥库斯的第四个成员不是日本,而是印度,在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中,一直把印度视为重要环节。 因为他们不仅是印度洋地区的核心国家,还紧邻中国,同时,印度有巨大的人口、经济、军事潜力,其价值明显强过日本。 更重要的是,美国事实上很清楚,日本虽然是自己的铁杆盟友,但一直都在寻求解除自己身上的枷锁,作为二战的战败国,日本一直不承认当年的罪行,而是反思战争为何失败。 很明显,只要给日本一个机会,他们必然会再次露出獠牙,作为日本当年的对手。 美国不可能不警惕这个情况,不过,印度对美国并不信任,没有选择加入奥库斯,日本得以替补入列,那么,奥库斯此事扩原。 释放了什么信号,对中国又有怎样的影响,有分析认为,美国已经完全不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,就是要组建一个亚洲版北约,将中国困在第一岛链中。 进入四月后,美国连续走了三步大旗,首先,美国举行了每日非峰会,直接将矛头对向中国,明确表示,要给日本和菲律宾提供庇护,以应对中国。 其次,美国财长耶伦,国务卿布林肯访华,试图让中国改变产业布局,金融策略和外交方向,为了施压中方,美国启动了301调查,将中道系统部署到菲律宾,还给台湾地区提供8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 最后,就是日本加入奥库斯,推动亚洲版北约成型。 然而,美国这三步棋,暴露了他们面对中国的致命弱点,那就是无法对华摊牌,为了遏制中国崛起,美国几乎用尽了手段,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。 因此,美国才要推动一体化威慑战略,与盟友将军事威慑与高科技、产业基础和其他能力综合在一起,来应对中国。 对这场大国博弈,中方需要按自己的节奏形式,推动自身战略布局。 美国已经前驴继穷,黎明就在眼前。 针对日本加入奥库斯联盟的事情,中国国防部回应了两点。 一是告诉世界,奥库斯联盟是一个排他性小圈子的对抗组织,将给世界和平造成巨大破坏,所以世界各国必须提高警惕。 二是警告日本汲取历史教训,在军事领域谨言慎行,这两点很重要,表明了中国维护自身权益,无惧任何挑战的立场。 为何我国对日本加入奥库斯联盟的事情,表现得比较平淡呢?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首先,从地理上看,奥库斯联盟成员国主要是美英澳,分布在大西洋、大平洋上,而日本则位于中国大陆周边,他们分布得太分散了。 无法在战时给予对方提供有效支持,就算驻日美军能为日本提供支援,但因奥加三国却办不到。 这就从地理上决定了奥库斯联盟不会有多大的凝聚力。 其次,从军事手段看,中国有足够力量反制,此前我军公布了094型核潜艇发射巨浪二导弹的视频,引发了美国关注。 美国认为巨浪二导弹能对美国西部、夏威夷、阿拉斯加上的目标实施打击,这就是我军反制重大敌人的戾气。 连美国都怕巨浪二导弹,你说日本怕不怕,这还没算我国的东风系列导弹等,只需一波打击,就能让日本灰飞烟灭。 再者,从奥库斯联盟组建的动机看,主导者美英是为了给澳大利亚销售潜艇,推动其反华,而日本也是美英澳招到的新肉盾。 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代替美英澳这些白人国家抗衡中国,也就是说,日本是一个牺牲品,美英澳成功利用了日本基于成为正常大国。 对外扩张的交集心理,让日本冲在了反华第一线,所以说,奥库斯联盟是各怀鬼胎,一盘散沙的联盟,日本加入这种联盟,一定会懊悔哭死。 当下,日本正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不断狂奔,其一方面修改国内宪法,美化历史罪行,为自卫队添置更多进攻性武器。 另外一方面,有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,强化于美国,菲律宾,澳大利亚,英国的防务合作关系, 积极组建反华阵营,这种行为与当初日本发动清华战争时的准备动作如出一辙,只要机会合适,相信日本又会发动一场侵略战争,并对中国造成重大伤害。 这就是中国时刻防范日本的根本所在。 说白了,只要日本不放弃军国主义思维,一直把中国视为敌人,那么中日就无法友好,就算双方不在钓鱼岛争端上起冲突,也会因为台海和污染等问题发生摩擦。 而且日本的民族特点就是为威不为德,非常的极端,你如果问他最服谁,他想都不想都会说,最服美国人,愿意为美国冲锋陷阵,因为美国用两颗原子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,所以日本的一切国策和经济都严重靠向美国。 而不是中国,因此我们不难预测,未来日本大概率会加入奥库斯军事联盟,就算不为自己,也要为美国战略力打配合,不得不说,维护世界和平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,因为没有多少国家和中国一样都讲究以和为贵,合作共赢的原则,大部分国家都与日本一样,脑子里充满着弱肉强食的思维,谁强他们就依附谁,所以对于中国而言,不仅要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, 还要做好对付日本的军事斗争准备,一旦中日之间再度起战火,就让日本把欠中国的连本带利都吐出来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